接下來這消息被說是基隆人的回憶 因為符合客運宣布 8月1號就要停止營運了 而這輛可以說是客運是專門營運 從基隆到新店的1551路線 是很多通勤族的交通工具 業者就在今天發布了一個聲明說 就是因為營運不佳等等的因素 大環境的影響 導致在今年8月1號必須要停止 所以也非常感謝很多員工 同時也非常感謝很多乘客 一路相挺一路支持 除了停止之外 符合客運宣布也指出 公司也會依法給予員工應有的福利跟權益 也會協助員工來轉任代史公司任職事宜 好 大環境真的不好 那麼景氣也真的很差 的確現在也衝擊了百工百業 很多人的生計都受影響了 國民黨台英男士議員謝龍介 他就看到其實很多邊緣戶 是沒有辦法受到政府的紓困不住的 生活過得這麼辛苦 還領不到 到底該怎麼辦 現在在線上就是我們的龍介議員在線上 您好 午安 好 平安 好 據說您是要發放 這個1萬張的便當餐券給中西區 還有北區的弱勢戶是不是 每個人可以拿到10張的這個餐券 預計1000人受賄 那麼想知道到底要怎麼使用啊 而且是哪一間店家有收取呢 我相信台南的民眾 應該非常關心這個消息 因為我們量力而為 你看整個從你剛一路報導下來 人心惶惶 打疫苗呢會處死 不打疫苗的你確診又會死 那你看指揮中心在做防疫工作 你會氣死 結果去隔離 住旅館又會被燒死 說實在了 已經整個防疫工作荒腔著板 那我們講陳時中不是認識的 因為後續有很多租困 經濟 教育 交通 產業 如果整個配套沒有完整 那不但底層會辛苦 產業也會很辛苦 所以這一群 就是說邊緣戶 第一個我們在基層 我們聽到很多資源回收的 現在廢鐵一公斤跌了兩塊錢 他們收入減少 靠乞討為生的這一群人 你們現在也不敢跟他接觸 兼油也辛苦 再來就是沒有加入 職業工會的這一些癱瘓 癱傷 他也拿不到補助款 書困也拿不到 失業的勞工朋友也都沒有 所以我們就是說 先在12日之前 我們先準備1萬張的餐券 那我是跟鄭忠排股飯 因為他的餐盒 他有保險 他食品也有保險 那我們想說 在捐助的過程也做一點吧 那王創辦人也同意 他也捐了大概10分之1的經費 給這一次的活動 那還有林監察委委員 他也捐了10分之1 就是說大家覺得說能幫盡量幫嗎 那拿到這個餐券呢 就是說因為有個資法的問題 那我們透過民政警政系統 那請他們領到這個餐券以後 他一樣正常去買便當 那挑你喜歡吃的 這一個便當大概80塊 那挑完了你要結帳的時候 你就把餐券給他 很簡單 他的連鎖店 他就會收了餐券 最後我們跟他結帳 所以你也 就是說也不會有比較尷尬 像有的 我們前一次領這個物資 那因為這個比較困難 這一群人 他的個資問題 我們必須透過某單位去通知他 然後來發放 所以我們變成說 盡量讓他拿著餐券 就直接到這些連鎖的 這個排骨飯的便當店 他一樣去挑 挑完了 你挑你喜歡吃的 那當然我們做的不多 救急 那萬一到7月12 還沒辦法解封 那個時候我們在想想看 下一波能再怎麼幫 我們也是量力而為 那很多朋友也覺得說 確實因為我們在南部 雖然疫情比較平穩 可是因為你全部封了 夜市關了 餐廳不能搞 餐廳也不營業 那很多餐廳變成在做便當 他做的便當 老闆揮錢做便當什麼 要給員工有工作 那因為他去 肚困可能只領1萬 但他不能找了這個工作 所以賣了便當 通通發給他們薪資 還不夠 所以等於各行各業 大家都 都很圍堅 那所以我們只能說 盡量做 莫忘事實上苦人多嘛 我們能做盡量做了 的確真的是莫忘事實上苦人多 那我們剛剛有說到夜市啊 不過現在我們讓雙北地區 還有高雄的夜市紛紛喊說恢復營業 我們可以這個外帶還是不能內用 那麼我們很想知道台南的狀況如何 台南現在還沒有電我們就講 你不在夜市吃 你去逛夜市 就少了那個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萬一能夠微解封也好 就是說如果是微解封 那我也希望說很多鄉親呢 因為他們都會打電話來問 我說你不要去做那個 所謂報復性的消費 把我們去 因為這樣又造成新的群聚 那 如果 為了解封而解封 那最後再次擴散 重新封城 這我們划不來 所以長痛不如短痛 我們一直把它清零 那很多這些小吃朋友 尤其同樣的癱瘓 不同感情 在開市場的攤販 他們最近 收入加倍 因為大家都去買菜 在夜市的攤販 不能營業 他一點收入都沒有 是啊 所以變成兩樣勤 在攤販的這些 販戶組裡面 基層也有兩樣勤 所以夜市 如果是半開放 那大家就是只能 你就是去外帶 所以夜市他們 我也很多做夜市的朋友 有找我 你像那個包裝盒 我說你不要再用 以前用塑膠袋包 你現在 現在人家有很多做小菜的什麼 他用那個真空的包裝 那個提高他的質量 可以讓人家帶回去 對 然後他用透明的蓋子蓋 他也看得到 那對食品的保鮮 也比較高檔 看起來高檔 其實成本增加不多 他們也覺得這個建議不多 那你來夜市逛 你就拿著就抖 而且你還可以買很多 對 那最好是在支付上 也用行動支付 就檢討接觸 那兼顧做正義生活 那大家也可以出來 到位透透氣 但是 不要為了解封而解封 嗯 因為我們很擔心的是 好像有網友有幫我們這個台南 有整理說 這個台南有很多好吃 老字號的小吃店 現在他們整理出有20家是歇業 因為老闆根本撐不下去啊 那麼我們就很好奇 如果如果7月12號 以後無法解封 還是一樣 就是不能夠內用 然後呢還要戴口罩 那到底會有多少老店吹起燈號啊 老店他不做的話 有時候 就是他很多 因為我們很多都是我們的好朋友 這一代跟下一代要不要接班啊 其實大家都在磨合 有的下一代不願意接班 因為那做那個美食是很辛苦的 他天還沒亮就要起來 備料 所以整個很辛苦 那下一代如果不接班 可能就會因為這個疫情 如果再不解封 延長一段時間 那就乾脆收起來了 很多店是這樣 我太...我太...我太疼了 我兒子又沒吃 他就收了 那有很多的 像我現在手上準備要去直播的 還有死衣攤 有幫他們直播 那因為現在疫情沒辦法直播 像牛肉的 本來那個收起來那個紅瓶啊 之前 羊肉的啊 什麼有很多 民店 我們要幫他推銷推展美食 現在都沒辦法 所以這一些有一部分是防止自己的 他沒有租金的壓力 有一些好的地點租金很貴 那就只能跟房東談談看 所以大家都有各種不同的困難 所以他們都很高度的期待 趕快解封 尤其是在我這個選區 這個中西區 國華上全這附近 真的是太多美食 就是靠美食的啊 國華街就是從第一攤 可以吃到最後一攤的地方 我跟你講現在都沒有人 你怎麼吃 那有一部分 民店他是有外帶 因為這老台南 像你們看到網路去排隊那幾家 我像我們 我就很怕 我說 他說哎呀龍蓋黑安你幫我 這個直播 我說我每次直播過的就變成要排隊 那排隊我們在地人就變成 也要跟著排隊 我們很划不來 隱藏版都不隱藏了 對對對 所以我們還是推展了 但是也希望說 享受美食 但不忘防疫的 還是要以防疫為優先 所以有時候去看看這些老朋友 早上我去買那個茯苓刀 反正我都會去買一點買一點 那就關在這個直播室裡面 跟大家連線 然後也看看他們 因為你到那個美食攤裡面 你能聽到真正的底層的民意 是啊 他們接觸的就是這一些 啊 煩夫走卒 每餐都沒菜的人 他的苦 所以我是從這邊聽到他們跟我講 什麼人很辛苦 一些人怎麼樣 所以你不要 各位看那個新聞說到 媽媽到派出手去要泡麵 那個是真的固執 那真的回去 他沒有吃呢 給孩子吃 所以這個 苦人真的多了 真的希望我們大家哦 可以一起加油 那麼也希望我們政府真的要加油 聽聽人民的聲音 非常謝謝我們的龍介議員在線上 非常謝謝您 拜拜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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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